嗨,大家好,我是小玲 今天小玲又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小豆子餐厅 好,先来介绍一下小豆子餐厅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小豆子餐厅的厨房了 然后呢,是各种食材 看看,有鸡肉,牛肉饼,鸡蛋,西红柿,什么的都有 然后呢,这边呢,是厨房用品区 调料品 然后呢,还有锅铲 然后呢,锅什么的 好,最后呢,要介绍的就是这个菜单 我们小豆子餐厅的菜单了 好,现在呢,把这些所有的厨房用品都安放完成之后呢 我们小豆子餐厅就可以正式开箱了 后面也很漂亮哦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林新开的小豆子餐厅 今天第一天开张哦 优惠多多,快点来光临哦 哦,小林开的餐厅为什么要叫小豆子餐厅啊 哦,小林跟小豆子有什么关系呢 啊,听说呀 听说小林之前开的店不是都倒闭了吗 所以啊,他听说小豆子最近很有名 所以就借用了他的名声 开了一个小豆子餐厅 哦,真的吗 这样子被小豆子知道了 他会不会生气呀 哦,而且招牌也用的小豆子的照片 小豆子看到了会不会觉得侵犯了他的肖像权啊 嗯,没关系,没关系 小豆子很好说话的 我来跟他说 小林亲自来跟小豆子说 哦,客人来了,客人来了 客人来了 小林,小林 哦,这,这,这不是小豆子吗 哦,小林,你开了新的店 这,这个不是我的照片吗 等一下,我看看 哦,真的是我的照片 啊,那个,小豆子啊 啊,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那个什么吧 就是,你也知道我之前开了那么多店 都不是太顺利 我最近听说你特别有名 大家都在说 小豆子在哪呀 我想看小豆子的视频 所以呢,我就赞用了一下 你的照片和你的名字 开了这个小豆子餐厅 可以吗 啊,这样啊 没关系,没关系 你又不是故意不跟我说的 你是没时间提前跟我说嘛 以后呢,提前告诉我就可以了 随便用 哦,我们小豆子好大方啊 那,小豆子,你想吃什么 哦,你新开的店都主打什么呀 哦,我这个店吧 今天呢,我主打 那个三明治 还有烤肉串 三明治,我想吃三明治 好好好,给你做三明治 小豆子,来,你坐下 来,小豆子,你先喝水 边喝水边等,好吗 好的,没问题 好期待哦 真乖,小豆子 小豆子,你看哦 我这个厨房可神奇了 他会给客人打招呼哦 你听听 欢迎光临 哇,好棒啊 是吧 好,现在呢 我们就来给小豆子做三明治 先上今天的菜单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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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做三明治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去掉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 来烤三明治的原材料 先呢,我们来烤面包 然后呢,再烤点洋葱 然后呢,肉饼 烤起来 翻一个面 再翻一个面 这里也翻一个面 好烫好烫好烫 好,我们烤好之后呢 放到这个盘子里面 看来小林 用这个锅铲的技术不过关 要用手来扶持着 好,现在呢 材料都准备完毕了 我们现在呢 就来做三明治 首先呢,面包 然后呢 烤好的洋葱 然后呢,我们再 蔬菜 肉饼 牛肉饼 然后呢,再加一点起司 奶酪 然后呢,再加一点起司 消失 最后呢,再来一个面包 关掉,不然呢,它又会出声音 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插上 好啦,现在色香味俱全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好的,我们来按一下铃 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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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好了 小豆子都做好了 啊,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我听到铃声了 好想吃,好想吃 好,马上就给我们小豆子端上来 怎么样 哇,小铃 好久不见 你做饭的技术提高了不少呢 看起来好棒啊 是吗 这个呀,外形不仅做的好看 而且味道也超棒哦 我刚刚有兔兔尝了一下 真的吗 好好好期待哦 来,我们三明治呢 就是要一口吃才够胃 张大你的嘴巴 哇,好好吃哦小铃 我觉得你做的所有菜当中 三明治最好吃 真的吗,朵朵 对呀,对呀 我觉得这个三明治的菜单就可以确定了 你这里还可以做什么呀 我今天还准备了那个烤肉串 烤肉串 哦,行 我呢,再介绍小朋友过来吃 看看你这个菜单呢,可不可以 好啊好啊 你叫谁来啊 嗯,我叫朵朵来行不行 好啊好啊 你把朵朵介绍过来 嗯,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小豆子 小豆子 哦,朵朵来了 哦,朵朵,朵朵你来了 哦,小铃你好 我刚刚接到小豆子的电话 说你新开了一家餐厅叫做小豆子餐厅 哦,所以我很好奇过来吃吃你的烤肉串 哦,看来小豆子都告诉你了 对呀对呀,快点给我做烤肉串吧 我迫不及待的想吃呢 好好好,你不要急好不好 来,你也坐下 好,现在就来给我们朵朵做烤肉串 首先呢要更换菜单 烤肉串 可是小铃还是第一次做烤肉串 还不知道怎么做法 怎么办呢 啊,对呀,我的厨房呢可以告诉我步骤 我怎么忘了呢 我们来听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啊,先呢把要烤的材料呢 穿到这个上面 我们来弄一个虾子 一个大虾 一个火腿肠 然后呢一个鸡肉 好 现在呢我们看看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把这个放在这个烤盘上面 听到声音了吗 开始烤咯 开始烤咯 翻一个面 嗯,味道很不错哦 再翻一个 好,现在呢烤的差不多了 好,现在呢烤的差不多了 看看第三步是什么呢 哦,第三步呢就是要给它调味了 再放点盐 再放点盐 哦,这一面也要放一点 嗯,好像味道还不够 再放点盐 好了 嗯 啊,烤肉串好香啊 好,现在烤肉串都做好了 按一下铃 啊,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说的都好了,对吗 对对对 来,朵朵不要激动 你的烤肉串 到了 哇,看起来超好吃的 我要赶紧吃掉它 哦,小心小心烫 小心烫,来 我来喂你朵朵 小心烫哦 嗯,小铃这个 这个好像有点太咸了 你是不是把盐放多了呀 啊,我有吗 我刚刚明明就放了一次盐呢 哦,小铃,我刚刚看到你放了两次盐 有吗 我放了两次盐吗 怪不得有点咸呢 没事没事 我再吃一下这个大虾看看 你再吃一下大虾 水水水 小豆子水 这里这里水水水在这里 小林 你这个太咸了 我建议把这个烤肉串 还是不要放在菜单里了 比较好 对啊小林 我刚刚看你放了两次盐 我建议你以后啊 在做这个烤肉串的时候 再放第一次盐的时候呢 你先尝一尝 看看会不会太咸 不要光闻味道 对啊 我应该先尝一尝再放的 对啊对啊小林 那烤肉串 这个菜单先就撤下来吧 好吧那没办法了 小林小林你不要气蕾嘛 这个烤肉串啊除了有点咸之外 还蛮好吃的 嗯我还要再吃一口 嗯朵朵 不用再吃了 这个太咸了 咸的东西吃多了不好 小林加油 小林加油 好 加油 好了今天我们的小豆子 还有朵朵 光临了小林 新开的小豆子餐厅 他们吃了美味的三明治 还有很咸的烤肉串 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顾客来光临呢 别忘了关注小豆子餐厅第二话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